OK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VC Channel 那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个在MacOS环境中怎么去安装 还有就是使用虚拟机 那虚拟机的话呢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OK 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虚拟机叫UTM 那这个UTM的话它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它可以帮助你在MacOS环境下面去安装一些第三方的应用程序 或者说操作系统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Windows或者是Linux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我这里介绍这个呢 是因为这个虚拟机是目前少数支持这个Apple Silicon的 相对功能比较强大的虚拟机了 那么它这个支持Apple Silicon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是支持目前苹果在售 也在更新的持续的开发的这个M系列芯片 有M1 M2 那么这这些芯片的话呢 目前几乎苹果在售的产品都是在使用Apple Silicon 所以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它已经不再支持 主要是不再原生支持很多不知名的软件 或者说你可能有些需求需要运行一些老软件 他们开发者可能已经不再更新了 那么呢 我们现在这里就是需要下载这个东西 你要先在Google上面搜索这个UTM 然后搜到它这个官网 这个网址我会放到这个链接下面 然后的话呢你下载这个软件 这个点这个download这里 你就会下载到它一个安装包 你这个安装包完了 安装完了之后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在你的MacOS上面 你把它拖动到你的Applications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软件安装完的话呢 你是应该能看到这样一个界面的 那这样一个界面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初始界面 我们先不管左边这两个 先看右边这四个 底下这两个都是一些教学类的东西 我们就不用管 主要看上面这两个 它右边这里有一个浏览UTM的一个资源库 你点进去之后会发现它有很多 它带到你到它的官网的一个资源库里面 会包含很多他们提供的一些虚拟机软件 也就是一些操作系统的一些镜像文件 这里我不建议大家去下载这个东西 很不安全 除非你是只是拿它来玩 因为为什么不安全 是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镜像别人提供的话 有可能会有安全问题 它会植入一些程序 或者说修改一些文件的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下这个东西 大家还是用官方镜像 这里官方镜像的话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比如说你下载Ubuntu Ubuntu是一个目前存在的一个免费的一个Linux的桌面机操作软件 它也有服务器版本 那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桌面机 点它的这个到它的官网之后 你就会来到这里 然后点这个download 这里有个Ubuntu Desktop 这就是它的桌面机的软件 点进去之后 我们能看到这里有个下载按钮 R2.04.022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 而且是长期支援版 那么它有一些硬件要求 不过好处是它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是很稳定很安全的一个设计系统 不管你是用来简单的办公娱乐 什么都是OK的 上网看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驱动也都比较全 那么这个你可以点这个download这里下载下来 下载完之后 你应该会得到一个镜像文件这样的一个东西 镜像文件这里 我就到时候会把它放在我的block里面 大家可以免费下载 这里有Windows 11的镜像文件 也有Ubuntu的最新版镜像文件 那Windows 11镜像文件 我给大家也演示一下怎么下载 你先到浏览器里面去搜索这个Windows 11 然后一定要加上ISO 你就会看到 它基本上第一个链接就是这个download 11 然后点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这里有个镜像文件 你要找的是这个 ISO就是Disk Image 然后64位一点 这里选择你喜欢什么版本就下载什么版本 点这个download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把这两个镜像文件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 建立这个新虚拟机 其他的三个就不用看了 你慢慢去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和一些技巧 我们主要是点这个建立新虚拟机 然后它会有两个新的选项 一个是虚拟化选项 一个是模拟选项 虚拟化选项的话 它其实主要是帮助你运行另外一个系统 只不过这个系统它还是只能支持原生CPU架构 什么叫支持原生CPU架构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运行的是Mac OS 然后它支持的这些软件 那么你虚拟化之后 它还是只能支持这些软件 那模拟是什么意思呢 模拟是我现在运行的是Mac OS 但是我想模拟一个X86 那么就是说我的芯片是苹果的 Apple Silicon是M1芯片 比如说那我想让它模拟变成一个 就是假装它变成一个Intel的芯片 比如说i3或者i5 i7这样的芯片 那么我就需要用的模拟 模拟的功能是为了帮助我们 在同一个电脑环境下面 我们可以去运行一些 本来不支持这套系统 或者说芯片的一个处理器的一些程序 那么我们就点这个模拟 这里有两个选项 也是很主流的 当然它也可以自定义 比如说你点自定义 它会有很多 我们先不管 主要看主流的 一个是Windows 一个是Linux Linux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 这个Ubuntu 这是最有名的一个Linux的一个系统了 然后的话可能大部分人 会需要用到安装Windows的一个场景 我们就拿这个做演示 比如我点了Windows之后 然后它会有一个 Install Windows 10 Ohio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安装Windows 10 或者更高的版本 我们不管它这个 把它都关掉 它默认的这两个 这个对购就得全部把它取消 因为这个UEFI是针对Windows 7以前的版本 大部分人 我相信现在也不会装Windows 7以前的版本 那太老了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两个取消 我们需要用到自己的一个镜像 我们就点这个浏览 找到你自己的镜像 比如说Windows 11 OK 我们把它导进去 然后点下一步 那么下一步之后 它会让我们选这个模拟的架构 那就是我这个不是问你现在的电脑架构 这个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ARM架构 那你就不要选ARM 它是你想要什么架构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X86 X86-64位 这个X86架构就指的是 英特尔他们公司推出的这个 酷睿系列 比如说这个I5 I7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芯片 这就是X86架构的芯片 那么其他东西我们都不变 记忆体这块要看你的使用情况 你可以给比较多一点 你也可以给少一点 因为我这里只是做演示 所以就给4GB 如果你要运行一些专业软件的话 我建议你至少给它8GB上 然后CPU核心我们就按照默认指示走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储存空间的话 我们这里看你自己的需求 我这里也是按照默认 如果你要下载一些比较大的软件的话 就把软件下载到这个虚拟机里面 那么你可能需要更大的空间 去安装这些软件 所以我这里用64 然后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不管它 然后这里就是关键了 它这个名称 我们这里Windows就选一个2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安装过一个Windows了 这个名称就是你自己自定义的 随便想怎么选都可以 然后我们点储存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界面中 会多出来一个虚拟机的选项 这个时候如果我点这个开始 那么其实它就会开始运行这个东西了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Windows的一个处置画界面 所以这里其实你可以运行任何一个系统 你看它开始已经加载了 这个加载速度取决于你的电脑硬件 我们这里先把它关掉 OK 那安装也好 或者下载这个虚拟机的方法 我已经给大家说了 这个虚拟机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因为它比较稳定 而且是开源的一个项目 它目前是免费的 后续的话 我可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更多的MacOS的一些经纪的东西 目前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然后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能可以在底下去问一下 留言无所谓 OK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